30 年來,一捕一腳印,走個娛樂圈高高低低的漢陽, 突入 50 歲,他在各方好友的支持下, 決定以歌星,跟大家分享他在 30 年演藝生涯的喜怒哀樂和有共情, 而在下星期五、六、日,將會在旺角墨花生球場開掃。 更邀請到,還讀勸來好友到場支持, 好似身在澳洲的小說,就會回香港作表演嘉賓, 合唱《其實我介意》, 看揚,回望過去,就笑然這次開掃意義很大, 其中一個使命,就是要點醒一些年輕的一杯, 千萬不要像自己當年笑年輕狂, 知覺才華養一,其實看不透,看不透, 那時出過唱片,又覺得自己很搶突, 覺得自己不得志, 那時,現在說不要介意, 那時喝醉了一首,大大聲說, 也就是說,欸將來好聰明嗎, 為什麼將來紅我不紅,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有很多這些說話, 更加有一些就簡直感覺, 覺得我唱歌好過他 為什麼他可以我不行 其實根本是自己沒有去想別人成功的地方 只是去想自己好似 好似 好似覺得自己挺好的 就將他無限放大 好似覺得自己唱歌不錯 就將他無限放大 但是別人的就無限縮勢 就覺得別人好彩 他除了好彩無機 一無是處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很不對 所以這個演唱會當然也整個過程 起起落落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依然在浮沉的 圈外也好 圈外也好 我覺得差不多 可以自己亦做一個分享 可以唱歌 聽到一周